上一次我们讲过肝功能 今次教大家如何看伤功能的验血报告 首先要讲一下伤有什么作用 伤主要将身体不要的毒素排走 同一时间它都会控制我们 比如说身体里面的电解质 身体里面的水分量 简单说 比如你喝了很多水 那你就要小便多些 神就帮你排走多余的水 使身体里面的水分维持一个平衡 因为如果你说喝了些水 然后排不走的话 血里面所有东西就沟起了 这样就运作不了了 如果你说水不够的话 它就帮你留住那些水分在身体里 尽量减少小便 所以很多时候 比如说夏天出汗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觉小便很黄很浓 因为你出汗多了 流失水分多了 它就帮你留下水分 小便的量就少了 所以浓一点黄一点 同一时间它都是控制身体的电解质 比如纳质 sodium 控制甲质 potassium 这些亦都要维持一个平衡 身体才可以正常运作 你可以想象它就像一块冲咖啡 那块类子那样 冲咖啡那块类子 如果你倒一些咖啡下去 那些咖啡就会滤过 然后经过流豆 滴到你的杯子里 滤走咖啡的杂质 令到那杯咖啡就很清 那你可以将那张类子 想象成为我们的神状 那它将不要的东西滤走 那类的过程里面有一定的速度 那如果你说那块类子出了一些问题 那或者这个神状出了问题的话 那它的类的过程就可能很慢 那比如说你倒了咖啡下去 那可能一分钟应该过滤了 那它可能两分钟三分钟 那它可能两分钟三分钟 都仍然有很多咖啡 那它就继续在上面 那你就知道类子出了问题 那你就知道可能神出了问题 那我们就看看神功能 如果去化验所做神功能 基本上神功能又是有很多个item的 那它主要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血 一部分就是小便 那每一部分都有好几个item的 那我们可以逐样来说 由神功能如果厌血那部分来说 它主要量度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尿素 一个就是基酸肝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 如果我读错 大家可以告诉我 一个是尿素就是Uvier 一个是基酸肝 叫Creatinin 那两样东西都是身体的蛋白质 生存代謝产生的废物 Creatinin 基酸肝 主要就是我们身体的肌肉 就是生存代謝之后 剩下的废物 Uvier 又是我们身体蛋白质 生存代謝产生的废物 跟咖啡纸一样 如果神出了一些问题 过滤的过程很慢的话 这些Uvier 或者Creatinin 就会积聚在身体那里 量就会高了 原理就是身体的蛋白质 生存代謝 就会不断产生这些废物 正常就不断经过神臟排走 这样就没问题 维持一个正常的水平 但如果神臟的过滤功能 出了问题的话 这些物质就会慢慢积聚在身体那里 排不走 血液的量就会升高 所以神功能出问题 你就会看到Uvier 会高了 尿素会高了 或者Creatinin 就会高了 但这两样东西 高了又不是单单 是真的肾有事 如果不是一定的 譬如说你脱水又不够水分 尿素就自然都会升高 比如说你吃肉类多 Creatinin也会升高 当然如果你是肌肉型的人 肌肉多些 它生存代謝时 产生多些Creatinin 多些基酸肝 Creatinin可能都会高一点 所以如果你只看这两样东西 的量是多少 看看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还有那些年纪 将这些物质带入方程式 就会比较准确 计算了我们叫做GGFR 就是神小球过滤的速率 实际是估算到神速过滤功能有多好 同一时间 血里面都会验上 例如Sodium 就是刚才说过 神会帮我们控制电解质 炎份那些东西 另外一个电解质就是Protestium 如果肾有事 如果肾有些衰竭的话 Protestium就会自己升高 看完血的部分 我们看看小便 小便会验什么呢 有两方面 一是用士纸来做 一支士纸 就是说一张纸上 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四方形 你将士纸浸在小便 拿出来 如果有问题 它就会变色 变到什么颜色呢 那个士纸的瓶 就会给你对的 变到什么颜色呢 可能就代表 这个可能蛋白就有这么多 就会变成这样的颜色 那你就从而做一个初步的估算 正常小便应该没有蛋白的 如果小便里面有蛋白的话 就代表 肾脏里面那些微脂血管 有些损伤 漏了蛋白质出来 什么情况会有呢 比如糖尿病会有 那些肾脏发炎不会有 这两样东西都会破坏了肾脏里面的微脂血管 令到它们漏了蛋白质出来 那尿有蛋白就要小心 通常都会增加了心血管病的死亡率 那么小便里面呢 我们也都希望看 就看看有没有红血球 那么有红血球的话 通常都是代表 比如说有些肾脏那里 有些发炎 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白血球的话 通常就代表有些 尿道发炎 肾脏感染 那些东西都会用小便 除了用试纸之外 都会用显微镜看 显微镜看有几个作用的 亦都可以确定 有没有红血球 也都可以确定有没有白血球 在这里 看看有没有感染 细菌感染那些 有些时候就会看看 有没有一些沉淀物的东西 通常如果有的话 太多的话 可能只试一些别的病 比如说神小球发炎 或者有些血液的病都有 那我今天就用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当然你听完都未必说 真是很容易interpret 不过希望大家知道 一般验这些东西的原理 那个意思是什么 那医生跟你说的时候 你都会容易些明白 最后就想看看 大家有没有买了我的新书 Dr. Rex 医学幼稚园 很多网友很支持 已经买了 你看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意见 可以改进的地方 如果我将来再出的话 都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 有所改进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记住留言点赞 订阅我这个频道 按下个小钟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